2013年,一款號稱最無聊的遊戲 Cookie Clicker 在社群媒體上突然竄紅 相信也有不少觀眾都有玩過 這個遊戲機制非常簡單 用滑鼠點餅乾就能獲得餅乾 並且還可以用餅乾來加購道具跟升級 讓你的餅乾生產速度更快 解鎖成就 然後生產更多餅乾 就這樣一直無限循環下去 雖然遊戲本身真的就是滑鼠點一點而已 大家卻有一股莫名的吸引力 會讓人想一直生產更多餅乾 可能人就是一種看到數字 就想要它越來越多的生物吧 而且更誇張的是 就連這遊戲居然都可以有人拿來Speed Run 而且還分成好幾種賽制 有詳細的規則 玩這樣的手速 簡直不輸俄羅斯方塊的Hyper Typing玩家 一場最長耗時將近9小時 甚至還有完全不能點餅乾的玩法 那到底要怎麼玩呢 首先我們在Speed Run.com 上面可以看到 它有分成不同的賽制 有先做出100萬片餅乾的 底下還有分有黃金餅乾 無黃金餅乾 限制左鍵跟不限左鍵四個子項目 首先來看的是黃金餅乾 在遊戲中會不定時出現 可以短時間大幅提升生產效率 但這就比較看運氣了 所以跟不能點黃金餅乾的玩法分開比 可以看到有黃金餅乾的紀錄是6分50秒 而無黃金餅乾是17分50秒 所以黃金餅乾真的影響很大喔 另外還有分限制左鍵跟不限左鍵 限制左鍵就是限定只能用滑鼠左鍵來玩 提交紀錄的時候要有拍攝到滑鼠的畫面證明 或是用麥克風清楚收音到滑鼠按鍵聲 審查員確認沒問題 紀錄才能成立 而不限左鍵則是可以自己改按鍵 看你要用鍵盤或是手機觸控或其他都可以 但當然不能用程式自動點啦 並且在遊戲開始之前 要秀出鍵盤綁定程式的設定畫面當作正能 目前不限左鍵比較主流的是用滑鼠滾輪來玩 但規則有限定只能用一般的滑鼠滾輪 不可以用那種能自由轉動不停的滑鼠滾輪 不然的話可能會有人用高壓空氣噴滾輪 或是用其他方法來做 所以這個項目的最高紀錄 你會一直聽到它滑鼠滾輪瘋狂來回滾的聲音 還滿有趣的 甚至還要使用Fall Clicking的技術 瞬間手速可以達到140DX 這技巧十分高難度 而且輕按滑鼠的物件 適合到的過濾滑鼠 但會跟桌面保持一定的色度 讓滑鼠產生高速的震動 就可以大幅提高點擊速 這招有點像數學老師在黑漫畫虛線的時候有的方法 不過因為不穩定所以目前比較少人使用 感覺俄羅斯方塊的Rolling好像也可以試試看喔 應該會穩定很多 類似的項目還有Hardcore 這個項目是要達到10億片餅乾 並且過程中可以購買道具 但限制不能購買升級 這個項目底下也有分 有無黃金餅乾跟有無限制左鍵的字項目 來看一下最硬的 無黃金餅乾限制左鍵的紀錄 達到10億片餅乾 花了2小時11分18秒才完成 這個玩家還有提供滑鼠CPS的數據喔 可以看到它一開始的手速 其實跟俄羅斯方塊的Hybrid Typing玩家快一樣了 當然啦因為它要持續按所以會比較慢一些 但還是十分快速 那大概到了40分鐘左右以後 就沒什麼再點餅乾本身了啦 因為道具累積的生產速度已經很夠了 繼續手點的意義不大 然後還可以看到它自己設計的攻略 就是最佳化的購買道具方式 它也很好心的放在speedrun.com的攻略上 是一份非常詳盡的Excel表單 裡面告訴你什麼時候該購買哪個道具 還有根據限制左鍵跟不限制左鍵的玩法 有不同的購買順序 Baha上面也有玩家計算過CP值最高的購買順序 真的很狂啊 另外也有以解鎖40個成就為終點的項目 項面值項目也是一樣分4個 就是看多快能解鎖40個項目就對了 再來就是比較特別的玩法了 首先是Never Click 這個項目也是以100萬片餅乾為目標 但限制只能點餅乾本身15次以內 因為購買第一個道具滑鼠優標就需要15篇餅乾 但從此以後就不能再點餅乾了 這個項目就沒有限制左鍵了 只有分有無黃金餅乾 先看不能點黃金餅乾的 因為最佳的購買道具入境已知 所以沒有黃金餅乾的話 接下來就是比每個道具剛開放購買的時候 你能多快按到買下來 也因為這樣喔 所以這個項目的紀錄就都很接近 每個人都是41分05秒 就差0點幾秒而已啦 而有黃金餅乾的玩法真的蠻有趣的喔 因為黃金餅乾出現的時間跟效果是隨機的 所以這個項目就是開局以後 就先等黃金餅乾出現 一出現馬上點 然後用黃金餅乾的效果 來購買道具跟買升級 所以有黃金餅乾的紙項目 運氣就佔的超大的成分 跟刷手抽很像 但我覺得也是很有趣的一個項目 像現在第二名的這個紀錄 它就直接開多視窗 直接等刷到最好效果的黃金餅乾 算是蠻有效率的玩法啦 但還是拼不過第一名的一抽入魂 它開局以後等了6分半 然後直接抽到一個 點擊效果加成777倍的黃金餅乾 點一下餅乾直接777片 然後趕快購買道具 接著到快13分鐘的時候 出現了第二片黃金餅乾 效果是產量直接成7倍 馬上飛天 最後14分05秒就突破100萬片了 這就是天選之人啦 這紀錄至今3年多都沒人破過 再來還有True Never Click的玩法 這個是真的一下都不能點餅乾喔 一樣是以100萬片餅乾為目標 那因為完全不能點餅乾 那就只能靠黃金餅乾了 所以這只有一個紫項目 而且比剛剛更需要運氣 首先一樣是刷手抽等黃金餅乾出現 但因為這次完全不能點餅乾嘛 所以第一個黃金餅乾呢 必須要是直接給你餅乾的效果才有用 而且因為直接給餅乾它只會給你13片 但第一個道具滑鼠優標就需要15片嘛 所以你要剛好前面兩片黃金餅乾 都是抽到直接給你13片的效果 然後再等第三片黃金餅乾 這最好是直接提升生產效率的 像它第三片直接抽到7倍 然後又等到第四片黃金餅乾也是7倍 第五片還是7倍就直接飛天 更可怕的是 這跟剛剛never click 有黃金餅乾項目的記錄保持人 還是同一個人喔 真的是真天選之人啊 最後就是one heavenly chip項目 也就是要達到照片餅乾 這個項目下面也有4個紫項目 其中最硬的就是 無黃金餅乾限制作件的 因為實際要耗費太多時間 這個項目目前只有兩筆記錄 分別是8小時58分50秒 跟8小時34分09秒 要知道每一次決定要挑戰這個紀錄 就是8小時直接消失 還不知道能不能破 所以我覺得光是提起勇氣 來挑戰這個字項目就已經很猛了 這就是我第一次 的試驗 在 1 heavenly chip 沒有金黃金餅乾 左按 我時間到11時 我認為我做這個因為我恨自己 但 這會不會有趣 像第二名的這一位呢 他有同時錄遊玩畫面 他從晚上11點開始玩 玩到凌晨4點半左右 還肚子餓去弄麥片來吃 然後再繼續玩到早上 玩完以後呢他只說 真的爛透了 玩遊夠久到底在幹嘛 然後不到兩個禮拜 他的紀錄就被另一個瘋子刷掉了 所以各位如果有野心想挑戰看看的話呢 這個項目目前就只有兩個人 你最差你是世界第三 欸 你人生有幾次 能在一個比賽裡排名世界前三啊 要不要試試看啊 如果真的有觀眾 看完我的影片 去挑戰這個的話 一定要私訊讓我知道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 Cookie Clicker 點餅乾Speed Run世界紀錄 大家有興趣可以到 SpeedRun.com上面去看 大家怎麼玩的 有興趣也歡迎挑戰看看 那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